很大的任務 承擔這個 重大的責任考驗 要來競選這個台灣的總統 所以我想全台灣的社會都很關心 不過我還是想要了解說 現在這樣都沒空看飯吃 會感覺很沒菜嗎 我哪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從小就想要做醫師 特別是我們黨學 大家做會 他說他的精神 或是他的病院 有種種的健康 其實我也很興奮 但是我也知道我回不去了 現在的事務更重大 你做醫生做幾年 差不多十十年 是在生態 在生態和新郎病院 新郎病院也做了 你是對一科 我來科 那內科的醋轉科是腎臟內科 腎臟內科 我們這裡也請過腎臟內科醫生來講 現在台灣的 有機業的問題也很重 洗腎的反價 好像說好 白世界也很重 最主要是 湯流病的反價很大 因為過去 我在生態病院的時候 生產第一大原因是有機發量 聖屍求聖嚴 對 湯流病是第二 但是這幾年來 湯流病的反價 會有最多 當然這有可能是生命很重 所以湯流病 你如果時間很久 一定會嚇到一個環圍 包括眼睛 包括神經 包括幼稚 都會受影響 對 我們聽很明顯 只要聽 蘭醫師這樣講 就知道他很專業 我這不是用特價瓦 我是有全國這隻 像在那裡接受訪問 都不用看過 他平常是 頭部裡面 都很關心的事情 所以都可以這樣 講得很順利 很順利 你說自小孩就想要做醫生 是 這是什麼樣的 一個生長的背景 給你有一種想法 因為可能很多人已經知道 我們外面是 套我的礦工 萬利兆 萬利兆 我們外面是做產 他們是做產 所以在整個地方 當然做很多人 都是幫助行業 那時候社會 最好的工作 大家想都是做醫生 最好的工作 這是台灣人的背部 都自小孩 鼓勵他們做醫生 我也是這樣 也是一樣 但是我 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跟我們爸爸說 我要討論 我說 因為我的個性 好打不平 台灣都無人權 我要伸張社會正義 我爸爸跟我說 一句話說 台灣社會無法無天 是要討論 他說 你要去做醫生 這樣才能 拿這個社會的服務 還不求於人 是啊 實在證明明尊的 看法是對的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總是 我做醫生之後 我也是關心不正關 伸張社會正義 沒有改變我的初衷 是啊 是啊 是啊